紅香溫泉就在紅香部落的不遠處 因为不用烧水 也不用开瓦斯 非常经济 这里的族人大多会利用这项天然资源 每天到那里洗澡 可以说是部落的公共澡堂 不过现在温泉环境很差 原因是那里到处都是游客遗留的垃圾 让人看了不禁摇头 随处可见瓶瓶罐罐的垃圾 还有露营所留下来的瓦斯罐 被丢弃在河边 和周围的自然美景非常不搭调 主要是每到假日 许多游客喜欢来到部落 享受泡汤的乐趣 但是离开时 却也留下许多垃圾 再加上垃圾车 清运山区的垃圾 烫数较少 清理非常不便 因此族人都会道德劝说 希望游客能自行将垃圾带走 不过仍然有游客 随意丢弃废弃物 让地方族人不堪其扰 比如说不要这边丢这根垃圾 要爱护我们这边的红箱温检 我这样讲 他们是对对还是不听 现在我们的桥也没有通 所以垃圾车也没办法到现场来收取垃圾 所以会有很多垃圾 红箱温泉的垃圾 几乎都是族人一件一件带出来 可是一旦假日过后 垃圾又开始堆积 剪不完的垃圾 让人倍感困扰 而目前红箱温泉 桥尚未修复 垃圾车无法过去温泉端 竹人希望大家发挥公德心 共同维护环境 不要随意弃之垃圾 并将垃圾带下山去丢弃 好让大家下次再来的时候 都有个好的抛摊环境及休闲品质 记者南投县仁爱采访报导